其實康瑞颱風它的暴風圈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已經接觸到我們的海景線了 所以我們從衛星上來看的話 此刻這風雨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在迎風面的東北地區 這主要是受到東北季風的降雨 稍早在陽明山時雨量來到31毫米 不過花蓮還有台東 今天下午出現的降雨 則是屬於這康瑞颱風 它的外圍環流開始 影響到台灣的風雨 所以說這顆康瑞颱風 千萬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除了雨之外會漸漸加大 那麼風的部分也要留意 風的部分其實在今天 藍雨已經出現最大震風 來到了15級的強震風 綠島更出現了11級強震風 就連這西半部 可能大家感受上還沒什麼雨 但是因為西半部 受到這颱風接近的影響 其實沿海也已經開始出現強風了 像是苗栗厚隆 也出現了10級的強震風 所以說雨還沒來 風先到 提醒觀眾朋友 真的此刻開始要更加留意了 而且沿海的浪 台東地區也出現了4.9公尺 浪高的長浪 海邊真的千萬不要再接近了 從最新的警報單持續在你掌握 你看到明天的大概這個時候 恐怕這康瑞颱風已經登陸了 因為這畫的是24小時之後 它的暴風圈籠罩範圍 可以看到台灣本島都籠罩在 它的暴風圈當中 所以說現在看起來陸景發佈範圍 已經是幾乎全台灣了 而接下來其實對台灣的影響 究竟如何 潛視路徑圖帶您來掌握比較清楚 下一張圖表資料則是要告訴您 這康瑞颱風因為現在已經逐漸逼近了 過去幾個小時來看 它速度還蠻快的 每小時是20公里 那麼距離台灣剩下390公里的狀況下 路徑相對明確 那麼估計在明天下午 大概4點左右的時候 可能登陸的地點就在花東附近 那麼這條路徑看起來 已經逐漸開始收斂 但是過山之後 它會受到地形破壞 那麼很快這康瑞颱風 就會在週五的時候 漸漸減落 佩穎 好 明天看起來放 颱風架的機率會很高嗎 那禮拜五呢 颱風架的機會有沒有可能 剛剛好又接到了 禮拜六跟禮拜日 連放四天呢 蘊涵 好的 佩穎答應掌握 其實颱風放颱風架 並不是讓大家去過這萬聖節的 而是要做好防災工作 尤其這個康瑞颱風 又是屬於這大型的強烈颱風 而且你看到 它不僅這颱風眼清晰可見 它的中心眼牆也是相當扎實的 而要值得留意的是 因為它的時級暴風半徑 這一回來到了120公里 大家還記得山陀兒颱風嗎 當時在南部地區造成嚴重災情 它的時級暴風半徑頂多也才80公里 所以這一回康瑞來到120公里的 時級暴風半徑 一旦它登陸到台灣本島 勢必帶來非常明顯的狂風暴雨 我們透過下一段影響時區更加清楚來看到 您看到其實以今天晚上9點的時候 它的暴風圈就已經會接觸到我們的恆春地方了 那麼在明天下午4點 它的中心就會開始登陸 由於這一回康瑞颱風又要PK中央山脈 所以說很快它就會被削弱 估計它在今天明天晚上的10點就有機會出海 禮拜五的時候它暴風圈 甚至在早上就已經脫離 所以說我們反覆的警告大家說 明天早上到明天晚上 各地都要嚴防狂風暴雨 尤其這分區來看 明天早上北東地區狂風暴雨 中南部地區則是午後開始會有感 因為它逐漸過山之後 掃進來的雨帶可能就會造成 在中南部地區風雨明天越晚越明顯 那講到禮拜五還有機會放嗎 就要考驗這各地方政府的智慧了 最後來看到這風雨的部分 降雨部分帶您掌握 明天風雨影響最明顯 尤其剛剛反覆強調了 東部地區首當其衝 而且北部地區迎風面降雨 同樣也相當可觀 所以近來的雨帶受到中央山脈阻擋 那麼東部地區還有中南部地區 都要嚴防這一次康瑞颱風帶來的風雨 此刻還有一點時間做好防台之外 禮拜五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逐漸的趕快減落之後 那麼只剩下東半部 還有西半部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不過還是要留意 當時候這強風 還是會影響到西半部的地區的 那麼週六開始 反而是東北季風影響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一次 這康瑞颱風直撲台灣而來 明天全台都得警戒 北東狂風暴雨 中南部則是在明天晚上 越晚這風雨會漸漸增加 所以請觀眾朋友 不要老是期待這颱風架 而是要留意這防災工作 以上是自己最新 再把時間還給配影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